最近有一部电影 口碑和票房都不错 我估计不少观众朋友 已经看过了 名字叫火锅英雄 自己脸的老子 英雄就好了 你啥简直子 这种小火锅 我给你一下 我来个随所 还会成了一个样子 抢老子的钱 老子无产非 你搭上我脚 钱我要一半 我要去鸡柳博 你不要管我 很多人看完了之后 就是我那些朋友 跟我交流 说这个片子 里头有好多东西 似曾相识 看感觉 这片子在学宁浩的东西 看着看着 又有点像杜琪峰 可是看完之后 又觉得他谁都不像 分明这里头 又有很多导演的 不同风格的东西 大杂汇式地混到里面 给我们感觉 就真像火锅英雄 这名字一样 就像个火锅 里边什么都能搁里边 涮一刀 拿出来还都是那个味 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个电影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三个十多年的老同学 在遍布防空洞的重庆 合伙开了一家冻子火锅店 没想到 在扩充工程中 却凿开了银行的金库 面对金钱的诱惑 三兄弟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准备实施补动计划时 银行遭遇了一场汉匪抢劫 心狠手辣的黑社会分子 也赶来向三兄弟讨债 你把钱拿 不了 总的 阴错阳差当中 三兄弟不但化解了危机 才成了制止别匪的英雄 我们在看这个故事里头 如果你到电影院 把这个电影从中到尾看一遍 就像我开始得到那种感觉一样 就好像乱七八糟 搞各种各样的风格 大杂会到里面 假如说是 要把从别人学来的东西 都搁到这个里面 肯定乱了 可是偏偏这个片子你看完呢 你并不觉得它多乱 这就说明导演 有属于自己的潜在的东西 在指挥着这些各种配料 你看我记得就是 我小的时候 说是谁家办席 那时候这副食很缺 这个吃剩的菜都舍不得扔 把它混到一块 北方管车叫折螺 然后再加热 家里人吃 但问题是比方说 这挺清淡的菜 混上猪油 这味道就不见得好 甚至这种折螺混到最后 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 也就是说这种折螺式的吃法 并不科学 但是你要把它挪到火锅里边 这就变得科学了 只要你底料弄好了 有这调料 蘸料 不管什么食材搁到里头 你是生蒙海鲜的 牛羊肉丸子呀 蔬菜呀 这什么搁到里面 最后都能涮得不错 那么我说火锅英雄的打法 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折螺的打法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往里放 但其实它是严格按照火锅程序 来操作的一部电影 就像它的名字火锅英雄一样 通过火锅的方式 炮制出我们认可的英雄 这个生意 心里都不传 你们两狗 还是把点肥交了赛 爱家爱福 点都偷带差不多了 他总是 又忘记成了 别人打了 别小伙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我还是个粗了 我冒冒到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计划 你非法哟 他还是吗 走 什么事 别把钱拿 不拿 懂得 这么急 举链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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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备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